現在要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首先的話分兩件 一個是 我先Run一下 一個是這一個 那先Run這一個再Run這一個 所以我們先把它刪掉 所以將來還要把它做刪除動作 OK 那第一個的話 下載完之後 其實我有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這個底下原來的資料表名稱 改一下 因為本來很長 原來好像叫什麼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一堆的 可是我覺得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改一個名稱 叫資料 OK 所以建議可以把它改一下 如果你沒改的話 將來可能如果你用我的程式會出錯 OK 你大概注意一下 資料版名稱我第一個有改 第二個的話我們就開始錄製了 那錄製的話 當然我們就歷年切到折線圖 先做出一個 什麼 一個一個那個 那這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我們先彩排一下吧 應該各位應該還記得吧 我先拿這個名稱一下 這個名稱 這字蠻多的 等一下懶得打 我先把它複視一下 OK 第一步是插入書紐分析表 對不對 然後 它範圍選A1到H的 這個3569 應該沒錯 按確定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把什麼了 把年拖到列 把年拖到值 然後再來的話 把那個列標籤裡面的102 103 跟112 隱藏掉 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結果了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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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裡面有空白 那表示你選錯範圍了 就是你選到底下 應該不該選的範圍 剛剛我們不是 這個先重來一遍 OK 選的時候不是插入書紐分析 這邊 那這邊不是有個範圍 到H3569 好 那你可以看 HCtrl向下 Ctrl向下 那你可以看到 理論上應該是到這邊 可是如果你選到後面有一些空白 它才會有空白 所以 可能檢查一下 如果假設你的選項裡面有空白 那表示說你選到不應該選的範圍 這個可能前置作業檢查一下 如果沒問題就開始了 所以 接下來我們要來錄製 所以彩排OK了 接下來就實際上來Run了 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那給他一個聚集名稱 可能我們取短一點 叫樞紐分析表 那也許就樞紐表 樞紐表 OK 樞紐 簡稱樞紐表 OK 好 就這個名稱啦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了 OK 就不能NG了 如果NG就重來一遍 來 按確定 因為我有一個 把它蓋過去好了 如果你NG重來也是這樣蓋過去就對了 一 其實游標只要在這個範圍就可以了 直接插入什麼 書紐分析表 二的話看一下 是不是資料裡面的這個範圍 等一下 感受一下 那你看一下 這個範圍對不對 如果不對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檢查 那這個資料金探號有沒有 這個是金探號 金探號前面就是這個名稱 那這個A1指的就是這個A1 到 那冒號就是到了 到H的3569 那範圍沒問題的話 理論上應該不會有問題 所以分析表其實還蠻聰明的 所以如果有空白 可能要check一下說 你的結構是不是中間有多一些 空白的列啦 空白的欄 那如果有把它刪掉 不然的話會出問題 OK好 那按確定 第一個step 好 所以第一個step 插入樞紐分析表 好 那第二個step 就是把年拖拉到列 有沒有 再把年拖拉到值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 年 我們剛剛是先列對不對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錄製聚集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錄製聚集 你先列在值的話 它會 城市會發生錯誤 所以後來我改了一下 我是先直再列的話 那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有一個算是陷阱吧 如果你先直再列 對 那你將來執行程式 就不會出錯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試了非常多次 屢試不爽 我錄完 奇怪 一直亂 就不行 後來我想說 不對啊 應該把它顛倒 發現就可以了 這個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找到為什麼的原因 也許你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請在下方留言 也許會可以 上課也許會加分 也許可以留一下你的學號好了 OK 因為我也查了一下 也是查不到原因 為什麼先列在值就不行 先直再列就可以 這個很妙 OK 所以你記得有這個問題 好 那我把它錄製 先黏拖拉到值 再黏拖拉到列 OK 它就跑出來了 這樣OK了 第二個step 就是把黏拖拉到值 拖拉到列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把102、103跟112隱藏 隱藏的話這個箭頭 點一下 把102、103、112打勾取消 按確定 好了 這樣的話我們程式就錄製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重點來了 我們就是要讓它重新RUN一遍 看看能不能重新被執行 當然 不過跟各位講 你不要RUN 因為一定會失敗 為什麼 刪掉 比如說我希望它 像剛剛的動作 如果它可以重來 那比如我這邊有一個樞紐錶 我按執行 之前好像都會成功 可是你慢慢一直行 它一定出錯 哪個地方錯呢 爭錯一下 這個地方馬上就出錯了 OK 所以為什麼網路上很少人會分享說 如果樞紐分析表錄製要該怎麼修改 幾乎找不到答案 原因是大部分人看到這一段程式 就完全沒辦法 OK 但是後來我把它算是 找到修改的地方 那我待會跟各位講 所以有幾個地方改完之後 那你要把剛剛的這個程式執行 就不會出錯了 那不過有幾個地方 要必須把它修正的 那待會再來看好了 其實也不難 但是是今天最難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聚集錄製錄下來 所以有1開發人錄製 叫樞紐表 OK按確定 然後動作的話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範圍OK 然後先職再列 然後再隱藏 隱藏完之後的話 就把聚集停止錄製 這樣就OK了 聚集裡面也停止錄製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個樞紐表 但其實你現在執行一定會發生錯誤 待會跟各位講 到底哪裡出錯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到底要改哪些地方 我待會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我們聽錄音嗎 對 先錄 還先不要改 沒關係 先錄製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